大家好 这一刻我们要讲解的一个项目呢 是用这个角色数来做 动物园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分类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数据集 那这个数据集呢 是关于这个动物的一个类别 然后这边1到7呢 是一个大的类别 大类别的话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是 它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呢 是一个大的类别 哺乳动物下面呢 还有很多小的类别 那这些是 这些小的类别呢 都是哺乳动物 那这是鸟类 然后这些下面呢 都是一些细分的鸟类 然后这个是爬行类 这个是鱼类 这个是两栖动物 这个是这个虫子 然后这个是无脊椎动物 那这里呢 是划分为7个大的类别 大类别里面呢 又有一些这个小的类别 那这个数据集呢 有一个地方呢 比较比较奇葩 比较奇葩的地方呢 就是 它的哺乳动物里面呢 竟然有一个 这个 竟然有一个 鸟 有一个女孩在里面 女孩它是属于这个 哺乳动物 这么说 好像也对 好像也不对 反正就感觉怪怪的 然后这里的 这里的另一个 另一个文件呢 是它的一些 就是 这边呢 是一些细分的 就是细分的种类 然后它的一些特征 这边特征呢 是统计一些 统计一些 就是 它的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对这个女孩 比较熟悉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女孩 女孩呢 她这个头发 有头发 然后呢 这是羽毛 那她女孩没有羽毛 女孩 不会下蛋 女孩呢 有 有这个 牛奶 她这个奶的话 应该是各种奶 它都 都 都叫做这个milk 应该是 各种 各种奶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 有脊椎 然后呢 她 这个是 这个是 它会不会飞 这个是 它不会飞 然后这个 它是不是在水里面生活的 那女孩呢 不是在水里面生活的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是 是不是 食肉动物 然后这个呢 是 呃 女孩是吃肉的 所以说 没有问题 这是有没有牙齿 那可能有牙齿 这是有没有脊椎 呃 有脊椎 这是有没有呼吸 呃 呃 有呼吸 呃 然后下一个单词 是 有没有 有没有毒 有没有恶意的 呃 恶意的话 有 有时候 有时候会有 但是呢 不过他 不过他这里 应该指的不是恶意 应该是这个 会不会分泌毒液 那应该是不会 分泌毒液 啊 然后再往下一个是 再往下一个是 鱼鳍 鱼的鳍 鱼鳍没有 嗯 然后再下一个呢 是 Lex 这个腿 有有两个腿 呃 尾巴没有尾巴 嗯 然后再往下一个是 是不是 这个 训养的 是不是 训养的 诶 呃 呃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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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就是 训养和 家养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反正就是住在家里面的 那这里是一 就是 那那算是 算是 这个训养的吧 然后就家里面 家里面养的 然后下一个下下一个这个 呃 这个呢 应该不是一门单词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这个特征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最后呢 他的种类是1 呃 最后这个种类呢 是表示他的这个一个大的种类 就是哺乳动物 他这里这个大的种类呢 一共有 这个7个 7个大的种类 好 那其他的动物呢 也也是对比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呃 来进行这个描述的 好 那我们这个分歧来 分析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数据的一个分类 我们首先呢 先用Pandas来读入这个CSV的文件 读版之后呢 可以看看到他的呃 前五行head 前五行数据 然后再查看一下他的数据的形状 那他一共有101个数据 然后总共呢 每个数据呢 有18列 这个 有18列 呃 D-type 是开箱数据类型 那这里呢 都是整数类型的 那比较比较好处理 就不需要把一些这种 字符型的 字符型的数据 转成这个数字类型的数据了 呃 Describe呢 是对他进行一个描述 就是描述他 比如他有多少个数据 就101个 平均值是多少 标准差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 然后从最小值到最大值做一个排序 呃 然后第25%个位置的时候是多少 啊 这个是中 50%呢 就是中位数 75%的位置的数值是多少 呃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 是查看他的这个数据的缺失情况 那呃 这个查看数据缺失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呢 是 呃 这里有这个模块 那这个模块呢 需要这个 就可能需要下载一下 如果如果大家如果之前之前没有下载过的话 需要下载一下 下载的话就是打开这个命令 打开这个命令提示符 然后呢 Typing Store Missing Now 加上他这个模块的名字就可以 把这个模块可能要下载一下 那这模块的话是可以查看这个数据的缺失值 呃 他这里呢 都都是有101个数据 所以说没有缺失 没有缺失值 再往下这里是可以 呃 用下面的这个方法呢 是可以查看他的热力图 这个热力图呢 这个热力图呢 是表示 他特征 两个 两个特征之间的这个相关性 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力图呢 再进行这个数据的分析 对这个可以让我们对这个数据更加更加深入这个了解 那这个呢 是查看 这个等于去的话就是 呃 显示这个数值 然后这边是是个数值的大小 可以调节 这个字的大小 那这个呢是 表示我们画出来的这个图呢是一个方方弦的一个图 那下面这个大的图呢就是描述两个特征之间的这个相关性 呃 然后这边对角线上面全是1的话 因为如果这两个特征是相同的 呃 相同的两个特征的话 呃 比如说这个 呃 比如说这里是头发 狠的是头发 竖的也是头发 嗯 相同两个特征的话 它的相关性就是1 那其实 他然后呢 它是一个呃 对称的这样的一个 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 这个全是1的这样的一条斜线 根据这样 这一条斜线呢 做一个 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这里0.58 这里0.58 这里0.21 这里0.21 所以说我们只看一半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看左下方这一半 一般我们分析这个 呃 这里图分析这个相关系数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就看数值比较大的就可以 因为如果数值接近于人的话 那就是不相关 就是这两个特征之间的没有什么关系 嗯 一般我们就看这个数值比较大的 就接近于1或者接近于负1的都可以 接近于1的话就是正相关 接近于负1的话就是负相关 比如说这里有个负的0.94 说明他 这两个特征呢 是呈现很强的这个负相关的关系 那一个呢是这个奶 有没有奶 然后另一个呢是有没有蛋 那 那他这里呈现很强的这个负相关的意思是说 呃如果这个动物呢他有奶的话就他就不会有蛋 有蛋的话就他就不会有奶 那我们考虑一下就是 那比如说个的话 呃那女孩 呃女孩的话他是有奶的 那他就不会有蛋 呃或者是鸡的话 鸡的话他会生蛋 那他这个鸡的话就没有奶 牛的话他他有奶 但是呢他又没有蛋 呃说明的话 呃说明的话在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 这个动物呢他一般有奶 他就不会有这个蛋 但是有些动物呢他他在这里不是1 呃这里不是这个负1 那说明肯定有些动物呢 他是既有既会有奶也会有蛋的 那呃我知道一个动物呢就是这个鸭嘴兽 他他长得有点像怪兽 然后嘴巴是鸭子的形状 这个鸭嘴兽 呃鸭嘴兽呢他是既有奶也有蛋的 他他这个比较特别 那其实鸭嘴兽呢 呃其实养这个鸭嘴兽还蛮好的 就是呃养这个鸭嘴兽的话 既有奶和又又有蛋吃 呃这样的话感觉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 呃可惜这个鸭嘴兽不知道好不好吃 呃数量比较少 这是最关键的 呃其次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呃然后 嗯 再再看一下比如说这个 这个负的0.82呢也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个负相关 那这个是蛋 蛋和这个头发 就说呃那那这里的意思是说一般有蛋的话 他就不会有头发 有头发的话一般就不会有蛋 那我们考虑一下这个人的话 他是呃人是没有蛋的 那人是有头发的 呃不是不是人是这个个儿 个儿的话他是有头发的 但是呢他又没有蛋 那这个是很是对的 那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鸡 鸡呢他会生蛋 但是呢 鸡上面的这个鸡上面的这个东西呢 他算不算头发呢 他意思是说 他这里意思是应该是说这个比如说鸡上面的那些毛呢 应该就不算头发 啊 呃这个头他对这个头发的定理呢 有可能是说这个 根据这个毛的长短来定理他 毛的长短和浓密来定理他 是不是有这个头发 我是这样 呃我是这样猜的 那就是呃可能这个鸡鸡上面的那个那些那些短短的东西呢 可能叫做可能他认为是毛不是头发 呃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一般男生的头发比较短 所以说男生头上的这些东西呢 一般可能他就比较头发 可能他叫头毛 可能他是毛不是不是头发 呃可能他是这样去根据这个毛的长短来来判断他 是这个是不是头发 我有可能是这样去理解的 啊 然后下 然后这个呃 呃这里有一个0.88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那这个这个牛奶 这个奶和这个头发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他有奶的话 呃那一般一般来说的话 他就 一般来说他就会有头发 就是比如说人他既有奶 呃不是不是人 是这个哥 他既有奶又有这个头发 呃不过有些这个哺乳动物呢 他也是没有头发的 比如说这个海豚 海豚他是光头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海豚呢 他是有 他是哺乳动物 但是呢 他也没有头发 嗯 那我们分析这里的两个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线的话 我们可以 呃 对这个数据呢 会有更加深入的这个了解 呃 所以说这个相关线的话 我们一般也可以分析一下 呃 下面这里的话 对这个是对这个数据呢 嗯 做一下这个处理 呃 我们先查看一下这个类别的分布 这个数据 比如说他哺乳动物呢 有有这个41个 那第二个我忘记什么动物了 他就是有20个 然后 呃 第三种动物 就比如 第四种动物有13个 第七种动物呢 有10个 第六种动物有8个 就是每每种类型的 他这个动物的数量这里不一样 下面这里是 Job把他的动物的名字 还有他的这个动物的这个类型呢 给去除掉 那这里只留下这个动物 他的这个特征 作为X这个Data 然后下面这里是 后取到动物的这个类别 就是1到7的这个类别 作为他的YData 再往下这里呢 是做数据的这个切分 把30%的数据呢 切分为这个测试集 然后勾进这个角色数 做训练 区域完一下 区域完之后呢 我们查看一下他的准区率 把这个测试集 存进去来测试一下准区率 那准区率呢 是93% 那准区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 根据这个 动物的这个特征 这些特征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区分这些动物的 那在模型的优化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是 用这个网格法 就要进行这个调参 用这个网格搜索的方法 这里呢 设置一些参数 然后的话 我们训练一下 然后再做这个测试 那我们这里呢 找到了一些这个 他觉得比较好的这个参数 最后的测试 测试节准区率呢 提高到了96.7% 那 其实这个网格搜索的话 我们可以 这个做多次 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比较初步的这个搜索 那这里这个 呃 网络这个 呃 决定数的深度的话 我们可以选的 选的这个差距比较大 比如说50 15 20 25 那 然后这里呢 他找到最大的这个深度是10 然后你根据他这里的最大的这个深度呢 你可以再做一次这个网格搜索 那这边你做网格搜索的时候呢 你你这里可以 就相当于是 他这个这里的尝试的值的话 你可以设置的更加这个紧密一些 比如说这里八九十十一十二 嗯 那后面再测试一下 再再做一下这个训练 啊 下面得到的结果呢 和前面的这里是一样 那说明的话 呃 那结果差不多 嗯 那有时候呢 你你你做第二次更加 这个细致的调节的话 他这个结果有可能会会 再更加好一些 嗯 啊 那关于这个 他动于分类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为不 你 你 我 你 你 你